接下来就是一种考试的提醒 问你哪些情况有做工哪些情况没做工 W等于F乘X 所以要有私利要有位移 而且两个要有互相平行这样就有做工 那什么时候没做工 没私利就没做工嘛 或者是合力等于零合力就没做工嘛 没位移就没做工嘛 没位移就没做工嘛 或者是有私利有位移 但是利跟位移互相垂直 完全没有平行就没做工嘛 所以这三种情况叫做没做工 没私利没做工 没位移没做工 利跟位移互相垂直 没做工 就考试问你下列何者有做工没做工 OK来看看 这边我用手提的东西 我有没有私利 有啊不然就掉下去了 对不对 我的作用力向上 我的重力向下 但是我没有动 没有动表示没有位移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做工 没有 两个都没有做工 我的手的私利没做工 重力也没做工 两个都没有做工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位移 没有位移 所以他就通通都是没做工的 通通都没有做工 第二个 我拿着东西往前走 我的私利要向上 重力要向下 位移是往前 这主要是向右 所以我有没有私利 有私利 有没有位移 有位移 但是私利是上或者是下 位移是水平的 他们怎么样 互相垂直 所以有没有做工 没有做工 因为这时候我的 我的手的拉力 作用力跟重力的做工 都是你 因为他们都垂直 都垂直 完全没有平直 都没有做工 就是 我们的状况 给你解释 OK 这些两个都没有做工 所以 有以上情况 可是 我们以前教过一个力量 它一定会跟速度垂直的 所以 它一定会跟位移垂直 因为我跟我说过 速度跟位移一组 对不对 速度跟位移一组 同时存在 同一个消失方向一样 顺时速度向工 位移就向工 所以有一个力量 一定跟顺时速度垂直 所以一定会跟位移垂直 所以它铁定不做工 谁啊 我们教过哪个力量 一定垂直的 所以铁定不做工的 记得吗 记得 我去哪一个 讲记得 然后讲不出来 正向 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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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垂直 所以它铁定不做工 它铁定不做工 它随时随地 都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向心力 一定不做工 OK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 谁力做复工 摩擦力 一定做复工 这里讲了一个 谁力不做工 向心力 一定不做工 OK吗 就是跟各位 简单的告诉各位 一种提醒 等一下 还有别的问题 会问你说 谁做工 谁不做工 没有力 不做工 没有位移 不做工 力跟位移互相垂直 不做工 请你要记住 不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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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工